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辩论节目 今天,我们将聚焦于即将召开的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 并探讨这次会议对中国经济的潜在影响 市场分析师预测,这次会议将提出一系列以稳定经济为目标的金融政策方案 主要通过地方政府的债务置换和对银行的资本注入来实现 而不是像某些市场参与者所希望的那样重复2008年的大规模刺激措施 这场会议的背景是中国面临着内需萎缩、房地产市场低迷 以及地方政府债务膨胀等多重挑战 虽然市场对于刺激方案的规模怀有很高的期望 但经济学家们却对此持谨慎态度 强调政策的重点应在于风险防范与经济稳定 而非直接刺激需求 在此背景下 这次会议可能会成为关键的转折点 特别是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 也将影响中国的经济刺激政策 尽管市场可能会对以稳定为主的措施感到失望 但这些政策却是避免通缩的必要举措 因为中国经济的增长正面临着外部需求的挑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这篇文章来自南华早报探讨了中国的经济前景 特别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即将举行会议的背景下 市场分析师预测 此次会议将推出一套金融政策方案 重点是通过地方政府的债务置换和对银行的资本注入来稳定经济 而不是重拾2008年的大规模刺激政策 市场对可能出台的刺激措施的规模进行了猜测 范围从2万亿人民币到超过10万亿人民币不等 不过经济学家对过多的刺激持谨慎态度 麦格里资本的胡伟俊认为 政策制定者的目标是为经济打下基础 而非大幅度刺激经济 他预计政策将聚焦于实现今年的GDP增长目标 并减轻经济尾部风险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北京召开 会谈的重点之一就是潜在的金融刺激方案 中国正在努力实现年度5%的GDP增长目标 但同时也面临内需萎缩 房地产市场低迷和地方政府债务膨胀的挑战 胡伟俊预计 未来三年内将批准6万亿人民币的地方政府债务置换 并通过特殊主权债券 注入1万亿人民币资金到银行系统 他指出 这些措施更多是为了防范风险和稳定经济 而不是直接刺激需求 9月24日 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了一项超出预期的货币宽松政策 包括下调政策利率和银行存款准备金率 并引入支持股市的工具 这一政策引发了国内A股市场的反弹 一些人期待可能出台类似2008年刺激政策的方案 扎打银行的丁爽表示 中央政府可能不愿增加赤字 但可以通过先前宣布的支持措施实现增长目标 上个月 财政部承诺拨款4000亿人民币以增强地方政府的财力 并允许用特殊政府债券购买未受房屋或闲置土地 预计会在第四季度对经济产生显著推动 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10月突破50.1 这是内需恢复的迹象 丁爽预期会后将有更多资金用于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和银行资本重组 但强调这些措施是长期的 而非短期见效 部分资金可能会用于解决为偿还债务 从而支持实体经济 丁爽还指出 这一系列政策旨在应对经济下行和通缩风险 与中国最高领导希望避免的广泛刺激措施不同 预计明年将推出更多政策以刺激消费 胡伟俊认为 此次会议不大可能增加中央政府的财政赤字 因为地方政府仍有未使用的特殊债券 他提到政策推动将取决于外部需求 尤其是美国总统选举的影响 如果中美贸易出现新的冲突 外需减少 可能需要额外措施 但目前还未到这个程度 法国外资银行NateXS的阿利西亚加西亚埃雷罗表示 尽管稳健的方案可能让市场失望 但这是必要的 以防止通缩 他指出 市场需要明白这些措施 对于中国经济增长是不可或缺的 请大家现在进入六度辩论环节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众所周知 中国能够在面对全球金融危机时快速反应 重现2008年实施的4万亿元刺激方案 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这样的财政刺激能够快速推动基础设施建设 拉动内需 创造就业机会 那么 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机会 再来一次呢 全球经济疲软 贸易不确定性加剧 这样的宏观经济环境下 我们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推力来维持增长 不妨看看美国总是依靠庞大的财政刺激来解决经济问题 中国更有理由这么做 因为我们有巨额的外汇储备和强大的国家控制力 加强地方政府的财务资源 允许使用特殊政府债券购买未售出的房屋或闲置土地 无疑是朝向正确方向的一步 楚天书 你这种洪水灌溉的思路 恰恰是中国需要避免的 2008年的4万亿元刺激方案确实挽救了当时的经济 但也导致了地方政府债务膨胀 房地产市场泡沫等问题 现在正是我们需要继续清理这些后遗症的时候 盲目刺激只会加剧已有问题 无助于可持续增长 中央政府的责任是稳定经济 而不是一味追求快速增长 我们需要的是更加精细化的政策 像胡伟俊所说 重点风险防范 实现稳定创新 而不是回头走老路 所谓建为之者 我们应该学会从历史的教训中吸取经验 避免重蹈覆彻 谢琪琪 你的观点过于悲观 地方债务问题的确存在 但我们不能因夜费时 2008年的方案 不仅是应对危机的必要措施 还为我们的经济转型 提供了宝贵的时间和空间 现今的挑战在于 如何在刺激和风险控制之间找到平衡 中国的经济增长 一直以来依赖于投资和出口 现在时代变了 我们需要新的增长点 与其担心债务问题 不如推动结构性改革 让市场力量来解决这些问题 况且房地产市场的供应过剩问题 需要由市场来调节 而不是政策过多干预 没有了经济增长 改革又从何谈起呢 楚天书 你的思维还停留在就有的模式中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 是结构性的 而不是简单的缺乏刺激 过度依赖投资和房地产 不是长久之计 我们需要的是消费驱动的内需增长 市场需要的不是一时的刺激 而是长期的制度改革和创新动力 加大对科技创新 绿色产业的投入 才是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中国已经走出低成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时代 需要的是质量而非数量的增长 克制财政刺激 专注于改善企业环境和鼓励创新 这才是应对当前经济挑战的正确之道 谢琪琪 你说的创新和改革固然重要 但这些都需要时间 而我们现在面临的是及时的经济压力 疫情影响尚未完全消退 外部贸易环境不稳定 这些都要求我们有迅速的应对措施 当然 我们不应该完全抛弃长期目标 但如果短期经济崩盘 那一切长期计划将无法实现 况且 在稳定的经济环境下 企业创新才有可能蓬勃发展 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 可以通过有效的监管 和透明的财务管理来解决 与其坐等市场自行纠正 不如主动出击 为经济提供必要的支持 楚天书 你提到的问题确实存在 但亚苗助长只会让问题更加复杂 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 大规模的刺激政策往往产生 不可预见的后果 即使面临短期压力 我们也应该坚持稳步推进改革的原则 数据显示 中国的内需潜力巨大 只需要正确的引导 比如减税降费 减政放权 给中小企业更多的支持 这些措施能够带来实质的经济活力 而不是表面的增长数字 让市场自我修复 依靠内需驱动的经济模式 才是我们应该走的正确道路 我是六度辩论评委合理 我想对两位精彩的辩论做出评论 楚天书与谢琪琪的辩论 不仅涉及中国经济的现状 及未来方向 更触及了各自对经济政策的深刻理解与应用 两位辩手各有千秋 却也在不同的立场上展开了激烈的碰撞 楚天书的观点强调了财政刺激的重要性 他认为在当前全球经济疲软的背景下 中国应当仿效2008年的4万亿元刺激方案 以迅速拉动内需和创造就业 这一观点反映了对短期经济增长的迫切需求 尤其是在疫情影响 及外部贸易环境不稳定的情况下 然而这种洪水灌溉的思路 却忽略了过去经验中 地方政府债务膨胀及房地产泡沫的教训 楚天书对刺激的捍卫 似乎过于简化了问题的复杂性 且未能充分考量 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必要性 相对而言 谢琪琪则提出了更加理性的观点 他强调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是结构性挑战 而不仅仅是缺乏刺激 他主张应该减少对传统增长模式的依赖 进而寻求消费驱动的内需增长 谢琪琪的利润不仅注重短期利益 也着眼于长期制度改革 这一点无疑是更具远见的 他的辩论强调了创新和绿色产业的投资 这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关键 然而 值得注意的是 两者的辩论中都未能充分解决 如何平衡短期刺激与长期改革这一核心问题 楚天输过于专注于及时的财政刺激 可能导致对长期经济健康的忽视 而谢琪琪虽然强调了改革的重要性 但在面对当前经济压力时 是否能沟通过缓慢的改革步伐来稳定经济 同样需要深思 最终 两位辩手的讨论 反映了中国经济当前的困境和未来的选择 楚天输的立场在于快速的财政刺激 而谢琪琪则提倡稳步的结构性改革 这场辩论不仅是对经济政策的探讨 更是对如何在动荡不安的经济环境中 寻求平衡的思考 两位辩手的观点都值得深入研究 因为未来的经济政策可能不再是单一的选择 而是需要在短期刺激与长期改革之间 找到最佳的平衡点 以促使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